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具体是不是斑马线的原因不得而知 不过现在不是问题了 这部听说在四川成都诞生了中国第一条3D斑马线 从远处看就像是粗20厘米的长方体路障 还一改往日我们印象中的黑白相见 是由黄白蓝相见 看上去更立体 创意也很新颖 最主要的是这个别样的斑马线收到了难以想象的预期效果 据说连老司机在很远的地方都慢了下来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估计这样的斑马线连教授都服了 相信不久的明天 这么醒目的斑马线会在全国推广 在机动车数量与日俱增的今天 交通安全事故也在上升 纵使我们的道路标识再醒目 主要还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安全意识 你们说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